来看到昨天的立法院会 哇真的是太忙碌了 昨天是表决通过了很多的案子 我们首先来看到 那标通过的包含的是 把这个邀请赖清德总统 到立法院来进行国情报道 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 是不是带头拒绝国情报告 把国会把立委当成空气呢 因为总统府表示说 这个立法院呢 三读通过的立法院的执行 这个行使法呢 目前的释宪案还有暂时处案呢 还在由宪法法庭审理当中 所以呢为了尊重宪法的严肃性 在宪法法庭裁判之前 任何的宪政的机关 都不宜采取行动 所以意思呢就是赖清德 不想到立法院去国情报告 好除此之外来看到呢 还有就是上面呢 赖清德都带头了 下面人呢 当然有一些的会议也不想来了 因为呢看到立法院的经济文会 也成立了进口鸡蛋专案的 这个调查专案小组 但是我们看到呢 前农业部长陈吉仲呢 他就不想参加 他拒绝呢 这个参加进口鸡蛋调查的听证会 他还反问说 这个违法违宪的组织 怎么可以去参加呢 他说呢 因为呢机构采购一切是合法 可以受公平 所以他不会跟着蓝白立委起务 调查小组呢 本身是违法违宪的 所以呢未来 如果是举行的听证会 他是不会参加的 好来看到呢 民众党立委张旗凯就说了 他说呢 不管是对立法 你有多么的不满意 都应该要秉持法治的精神 而不是说你自己当起大法官 实为台湾民主法治的 最坏的示范了 好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到连农业部长 是不是也不甩立法院 决议的工粮涨价呢 好我们看到 他说呢 感谢立委对农民的关心 工粮调涨影响到 整体农业的均衡发展 将会秩序的推行 一级二转三加三 来保障农民的收益 好但是呢 立委张家俊就说了 这民进党呢 就是只看政治的利益 实在是没有为农民来做考量 他说现在呢 是万物其长 耕种成本也都增加了 这工粮收购价格 都已经动涨了13年 基层农民呢 是苦不堪言 农业部是必须要遵守 立法院的决议 照顾弱势的基层农民才对呀 好不过我们看到 那在昨天呢 很多的法案通通过 包含的立法院也决议了 要解除附入禁团令的限制 因为立委陈玉政就说了 现在金门陷入了抽云产弹 希望能够呢 解除禁团令 来开放小三通到金马棚 好但是呢 民进党团总召科建民说 哎呀最近两岸呢 近情形势很紧张 中方日前还公布了 惩戒台独22条 难道大家都不会怕吗 好但是我们看到呢 电业法呢 也通过了民众榜的 这个版本 好这个电业法呢 修法呢 原本是绿白河很浓厚 但因为呢 民进党立委呢 洪生汉 在这个协商的时候说 民众党呢 想这个包牌 好就这句话 就一切生病了 引起了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的不满 最后呢 这个院会表决 是民众党团修正 动议 还是维持原本的版本 好所以呢 这个影响所及 零月未满七岁儿童 会加重其刑期到二分之一 还有未来是可以使用GPS 还有M化车来追犯人 好还有就是呢 电价调整 因应这个 这个审议委员会 另外呢 压线通过的 还包含的新住民基本法 三读也是通过 好看到呢 立法院长这个韩国瑜就说了 本届呢 是三党不过半的 几乎是有一半是新进立委 难免会有一些碰撞谋合 但是呢 也是有温暖团结的一面 立法院呢 今天得到了成果 本会期总共是通过了 55个议案 包含了保障人民的权益 打击诈骗 还有保护海洋生态等等 都有不错的成绩单 好那另外呢 国民党团也说了 在野合作的国会呢 多数是拒绝民进党 橡皮涂装立委的护航 这个呢 就是对行政院 对总统府最好的监督 还有防腐的机制 这才是人民想要看到的国会 好我看到呢 在昨天 是立法院第十一届 会期最后的一天 所以呢 朝野党团清仓法案 挑灯夜战到了 将近晚上12点 才宣布散会 而韩国瑜呢 在院会闭幕的时候 他也说了 这个会期 大家收获很多 学习也很多 当然感慨也很多 因为呢 看到新建的立委很多 然后呢 立法院三党又不过半 南美呢 是有一些需要 这个碰撞啊 磨合的旗 但是呢 经过努力之后 通过了55个议案 他认为是非常不错的成绩单 报告院会 今天是第十一届 第一会期 最后一个院会日 我想这个会期啊 大家一定都收获很大 学习很多 感慨也很多 我们是三党不过半 113位立法委员 几乎有一半 是新进的立委 南美会有碰撞磨合 我们也打架 吵架 拉扯 但是我们也有温暖 团结合作 三十多年前 我第一次当立法委员 在台下咨询官员 每天磨刀霍霍 充满着理想 想要持强力 监督行政部门 三十多年之后 坐到院长的席位 看到委员跟官员的互动咨询 我真心的感觉 民主实在太可贵了 所以在这个一个会期 我们的磨合 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冲突 不管怎么样 我们得到了 相当不错的成果 各位亲爱的委员同仁 我们通过了五十五个议案 包括法律案四十个案 条约案三个案 负议案两个案 以及其他议案十个案 这里面分四大块 包括保障人民的权益 提升再生医疗 打击诈骗的危害 防止诈骗 诈欺犯罪危害等等 强化保护海洋生态 以及维护军人跟劳工 所以非常非常的不错的成绩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都是大家的努力 在会期即将结束的时候 我们国瑜向代表立法院 向所有的党团 所有的委员 以及全体工作伙伴 以及媒体朋友 还有助卫景的同仁们 以及海内外关心立法院 所有的好朋友们 致上最高的献疫 也祝福所有委员 在休会期间 大家平安健康 祝福大家 谢谢 现在宣布上会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